第167位 这个呢我们 取脉 各位看看这个 这个东西呢 到处都有 山野河边啊 一些生的草 草根我们来入药 还滋也可以 那这个呢 是一个利尿利小便的药 也可以呢 这个 破胎 堕胎用 下胎 这位记得苦含的药 苦煮卸下 苦能够煎 能够煮卸下 它是含性的药 所以说 这个药呢 最重要我们使用在 沥水 沥水 我们主要使用在 沥水 沥尿剂 还有呢 活血 活血 花瑜的 就是破血 你有血块在里面 我们可以破血 破血的药 那因为它 药性是寒的 好 所以说 如果遇到热性的病 是对症的作用 可以使用它 那比如说 小便痛 小便颜色刺虹 已经讲完了 它就是热嘛 对不对 我们要用寒的药 这就可以用 那寒凉热 药就不能用 寒凉热症 寒症的话 比如说小便是蛋白的 也不痛 虚寒的人 你在用寒的药的话 他人会更虚 好 所以一般这个 去脉呢 我们使用在 只用在 虚症 虚症的时候 我们都不用 好 那看计量 一前到三前 计量呢 看实际上状况 需要使用多少 好 那这个 这个中间呢 王子忠后面 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好 王子忠他说 最后一句话 他说所有这种 罪记发汉 汉之便学 这讲的是什么 灵病 我们所谓五灵 有十灵 沙灵 这种灵病 小便有问题的时候 所有的热症 这个绝对忌讳发汉 因为中医的观念呢 你发汉它的话 小便就会带血 中医的观念里面 认为说 汉血 是同源 来自相同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发汉的时候 如果发汉太多 我们赶快要去止汉 为什么 这个血会虚掉 这个人会虚脱掉 那 所以汉血是同源的 那你如果说 这个病人有热症 热症 结果你 你 用汉 汉剂的时候 我们 麻黄 桂枝 这种都是汉剂 实际上就是说 病人流汗流很多 汉一多的时候 小便变得浓灼了 更浓了 更浓了以后 小便里面 那个石头 一些砂磷 不容易排出来 就是因为水太浓了 太浓以后排出来的时候 它经过尿道的时候 会把那个砂磷 石磷会把那个尿道化开来 会有化伤口 所以排出来血很多 所以一般灵病的 我们绝对忌汉 一汉的话 小便就会出血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好 所以这个要重点 要注意一下 那这会什么时候 食肌 使用去脉的食肌呢 很简单 热症的灵病 通通可以使用 好 这种是水 利尿剂 所以当你在分药的时候 老师这是利尿剂 破血的药 活血化瘀的药 同时呢 可以利尿药 比如说有的时候 这个病人呢 有 膀胱有踢伤 有踢伤 有淤血 有的 利尿剂呢 它就是利水而已 它不活血化瘀的 不破血 那像这种 就同时可以利水 同时又可以 破血 破瘀血 这个功能就跟其他 像株磷 茯磷 不太一样 折线不太一样 这样子 什么时候使用 大家就很清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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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